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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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 德性倫理學 其實這個並不是很好講的 但是它代表了三層面的意義 請大家記住 第一 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那種自然驅善必惡的本性 每個人就是自好歹 相信每個人都是有這樣子的 比如說我講很多話 每個人我希望好的不要壞的 我希望能夠對我是好的 不要對我是壞的 這種rational choice的這種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們這種性格上 這種趨利避害的這種性格 是可以經過教育的方式加以改善的 加以改善的 所以教育是重要的 教育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說你不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壞 然後現在經過這樣的訓練 你知道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你本身自己的內在的理性 要一直配合著你的個性性格 個性 其中的virtual這個部分做選擇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 在思考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在我們一般講叫後色倫理學 我們全班都聽過一句話 眾人之懦弱不如一事之惡惡 聽過沒有 聽過吧 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怎麼 這句話很有道理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說好的東西 我未必要說好 大家不愛聽的東西我講出來 只要我講得出理由是對的我就敢講 不做相怨 敢武眾人之意 像蘇格拉底一樣 不容易啊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一回來跟我們系主人報告 我回來我們系主人馬上又 怎麼你又回來了 我說哎呀 我給你報告重要的資訊 就是你愛聽的 講完以後他很高興 你這個常常跑是對的 這個講到人家愛聽的 我做不到 不容易 那這句話就是說 在道德的訓練上來講 眾人之懦弱 我們都知道啊 我們都知道啊 我跟大家講一個比較露骨的例子 親耳聽過的例子 有一點敏感 我問一個學生 說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敢回答啊 說不是 好 事實就吃到一半把我拉去說 老師 我其實是 但是我不敢回答 因為我男朋友不答應 因為我的朋友不答應 我的圈子不答應 我當時一聽 我說你別難過 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是 為什麼太難了 因為整個生活圈嘛 可是我沒有了 可是我自己經過一長時期的斷念 這是個人 我現在強調的是Pers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是人家最私密的東西 就像我的性像一樣 看不出來吧 我兩個小孩 你看得出來我同性還異性嗎 看不出來 Personal Identity 看不出來 不影響我身體結構 我心理狀態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每一個人在生命中 除了擁有製造趨利避害 還有受到教育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character 做出判斷 即使跟人家不一樣 都要能夠做出跟人家不一樣的判斷 有這個必要也要行 我們的教育當中 我覺得這件事情 雖然我講起來有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我們已經碰觸到了倫理學的底線 你知道嗎 沒有太好的例子 因為為什麼這個例子 同學們記住 我講過這個例子 其實只要記住那句話 眾人之懦諾不如一事之惡惡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注意聽這句話的意思 然後記住 為什麼它很難 因為我們受教育的目標 不是學什麼基本學歷 是學如何正成這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受教育的基本核心 請記住 你如果中小學老師碰到的任何一個人 跟你提出這個問題 他就很了不起 但是我看是零 是零 尤其在我們的文化社會下 沒有人針對於倫理學的核心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聽不清楚 可能聽不懂 這問題有什麼重要 就是一句話而已 要與眾不同而已 有的人的話 就是這個潘元富士 有的人的話 就是刻意要想要辦法做出 於不禁人死不休 這有什麼了不起 這很了不起 因為這個是整個道德的世界當中 你要用人共同的本性 你要用你說過的教育 來實現你個人的認知的結果 這個就叫做德性倫理學的基礎 然後大家想了很久 找不出來超越這種方式 找不出來 想來想去就是這種答案 所以說 大家 我上禮拜跟大家提告 你們去看Michael Sandile Sandile講的 Just is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他最後的答案就是這個 倫理學 就是亞里斯多德的社群主義 答案就是這個 比如說你學建築的 你學建築的話最尷尬 為什麼 第一 你在設計上不能抄別人 抄別人的話就是算是 沒人發現你自己也覺得窩囊 然後你不抄別人的動作東西 做出來以後 你要能夠正正有聲講 這就是好東西 別人不相信的話 你說我死給你看 這就是我的好東西 你沒這個膽量 是不是 人活的就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 自己行為上的設計師 像我現在活著 大家知道我活著為什麼嗎? 就是為了要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每天想盡辦法 都在想道德的界限在哪裡 要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沒有勇氣突破這個界限的同時 又要能夠告訴人家 我擁有自己的風格 personal characters 在這邊就是個人的性格 請注意 這個確實是最值得的活法 其他人聽的 還什麼活在台灣做你自己 這些都是口號 都是這句話的解釋之詞 如果你說如果人家講一遍 你的牧子民寫說 此地長眠怨矩症 他的行為舉止跟別人一模一樣 沒有出過錯 你認為這種牧子民寫下去 這種epiduff寫有意義嗎? 這不是在羞辱 我在九旋之下 把寫的那個人抓進去啊 對不對 人家羅素的牧子民太了不起了 怎麼寫的?此地長眠羅素 他一生最大的志向是結世之婚 結果他實現了他的志向 多棒啊 多棒啊 棒不棒 對不對 這個人生 你不可能說不棒啊 為什麼 這個人生符合大家的要求 又符合了自己的要求 永遠活在道德界限 我講這個例子 同學們就是德性倫理學一聽就懂 我告訴大家 講迪卡爾跟講德性倫理學 真的沒有人像我一樣 這麼直接的把他重點說出來 你一聽就知道這是你自己的生命 我不要的那個牧子民你也不會要 你會要嗎? 你會要嗎? 此地長眠善良女性 一生堅守復道 那還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我講的 就是叫Aldamania 就是幸福主義 就這個道理 絕對就是道理 因為大家說不清楚 就這個道理 你把裡面 然後這種行為兩層需要的是個性 達到幸福就是符合德性的 個人依靠養成教育 直到做那些符合德性的事情 成為習慣為止 這個就是這個我們這個講 好 這亞歷斯多德跟亞歷山大大帝之間的一個照片 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 有沒有一 人家問亞歷斯多德 你講這事情講這麼複雜 有沒有判斷的原則 有 什麼原則呢? 很簡單 中庸原則 做任何事情 勇氣 勇氣不足 勸諾 勇氣太足 抱虎平和 有一種人身上有一種基因叫MAO MAO毛澤東那個毛 有這種基因非常暴力 荷蘭有一個人在酒館打架 一下就拿酒瓶把人頭打破 大家發覺奇怪 發覺他這個家族基因怎麼越來越強 他爺爺在一次大戰的時候 就是軍人 一下子把敵人撕開了 覺得勇猛 爸爸的時候一個人 一個人就直接槍斃一二十個人 很勇猛 到了太平盛世的時候 在酒館一下子把人頭打破 然後發覺他有暴力性格 這種過度 這個不叫勇氣 這個叫魯莽、莽撞 凡事 這個是亞里斯多講的任何事情 就是中庸 這個中庸跟我剛剛講的什麼派克在一起呢? 你做的行為當中 表現得特立獨行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沒人欣賞 表現得跟人家完全一樣 沒有特色沒人欣賞 我們受教育就學這個你知道嗎? 這就叫創造力 每個人的行為每天都創造力 有一些人每個人創造 有一些人的創造力是來自天生的 你知道嗎? 有一些人天生會搞頭髮、搞衣服 很厲害 老遠看近看什麼都一樣 這個天生的也不是道德的範圍 有的人的行為從不會到會 亞里斯多用一個很棒的字眼叫phronesis 一個希臘字太棒了 practical wisdom 我們在生活當中需要智慧的 一般人光會讀書不管用 生活當中也要做事情 要懂得智慧 人家任何場合 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 我跟大家說過 我們學行上學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現在告訴大家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只講一次 因為這可能會讓我勝敗明天 但我只講一次因為錄影 以後我希望錄影片留到我死後再發布 我只講一次 我說過我們人看到的世界是意象中出現的表面 對不對 講習上學 因此事情沒有真假 沒有絕對的真假 任何事情都可以說出來 對不對 任何事情都是說出來的 大家知道嗎 任何人的事情就是說出來的事情 所以相信什麼什麼什麼 堅守原則什麼這些人 基本上就是不懂得辯證思維的人 所以從此開始 你只要記住把這個話放在心裡 什麼是真是假 放在我自己的心裡 我自己要做出最適當的判斷 做為適當的判斷就是實踐智慧的應用 就了解了 如果你不懂這個 傻乎乎的認為這世界有絕對的真實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很多事情的話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知道真理 你連說謊的機會都沒有 懂這個邏輯嗎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什麼叫說謊呢 你說測謊機測出來的謊 那個人是知道什麼是真的 他才能夠測出來他在說謊 如果這個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幹什麼的話 那測謊機有什麼用 對不對 我們沒有真正活在 我們沒有活在真實這個世界 我們只知道這個叫椅子 不知道是什麼材料 材料本身是什麼 不知道 我們甚至不知道人的內在價值 人的內在的組成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嘛 所以道德的問題就是 完全在人的世界中建立起來的 好 那麼德性倫理學的這個觀點 就是在這個解釋下大家就知道 主要就是在基於實現人生目的的緣故 會最符合道德的善行 同學不用緊張 你有心裡很多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一連串的問題 讓大家來回答 所以今天上課是辛苦一點 我準備了很多的問題 讓你們來回答 讓你們了解 讓你們認識 所以說三種理論的總評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學過三種理論 康德理論 公理主義跟德性倫理學的相似點 基本都是要解決相對論跟懷疑論 相對主義跟懷疑主義 什麼是相對主義? 就是道德的規矩完全是相對於社會 懷疑論是講說道德中所認知的好壞 每一個認知的步驟都是可以被懷疑的 這兩種的理論的本質 是來自於我們的直覺 非常具有說服力 所以義務倫理學就是康德的無上命令 希望大家記得 英文叫Categorical Imperative 以理性為主 公理主義為最大多數人謀求最大幸福 德性倫理學做一個有德之人 以人在實踐其人生目的的心理結構為主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結論是這樣子 相似點講求方法 相似點是講求方法 這個公理主義當然就是一個公式 義務倫理學就是一個原則 德性倫理學的話就會強調受教育的過程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受教育的目標從來就不是學士 你要知道一點事情 我做大家的經思亦為人事 很多人覺得說蓋是很會蓋 但是上課在講什麼不知道 這是我歷年來的評估的結論 那我說我不是要教你什麼東西 而是教你學會一些做人的道理 我們是既為經思也為人師 這個教育本身的目標就在此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什麼學用合一高等教育的用處 按照這樣搞下去的話 連教育都搞不清楚怎麼辦教育呢? 我對這一點很有意見 可是非常麻煩 沒人聽我的 大家都認為說我們要聽學教育的 我的媽啊 那教育根本就 這個教育就是有哲學嘛 對不對? 生命的學問嘛 好 沒用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每次一上課精神異議雖然很累 沒聽眾啊 沒聽眾 所以就是這個道理 好 那麼都要講求一個好的生命 那這個德性倫理學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德性倫理學是我們通常來講 講道德理論的基礎 同學請注意 這裡隱藏了哲學界的大祕密 就是有關於我們最重視的問題 道德的問題 最後都回到2500年前亞歷斯多德的理論去了 我們這裡也一樣都回到孔孟之道去了 不是國學復興嗎? 什麼學科都進步 只有道德不會進步啊 對不對? 為什麼? 道德為什麼不會進步呢? 為什麼道德不會進步? 知不知道答案 你學化學知不知道答案 一臉很乖的樣子 道德不會進步 為什麼? 你要講說 老師答案很簡單 因為道德只會退步嘛 人知道的越多道德越退步 人受的教育越多道德越低落 這是一定的啊 一個沒有見過都市的人 他怎麼會有都市裡面產生的慾望呢? 一個沒有談過戀愛的人 他怎麼知道當愛終止了就是離婚的時候 他怎麼知道離婚這個概念呢? 本來人要有配偶的目的是為什麼? 為了凡言下一代啊 現在人有配偶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為了愛 是不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這個道德理論當中 我們哲學的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的道德不會進步的 然後我們為這件事情要感到什麼? 感到高興 因為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學科他不會進步的了 所以讀古典的就有意義了 否則你現在的話教亞里斯多德誰要聽啊? 你現在教物理系 亞里斯多德也寫過物理學啊 到物理系教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學生都跑光了 對不對? 但我們不一樣 我們越成越香啊 對不對? 就這個道理 好 所以同學們知道了 所以說義務之間的話呢 有自身的衝突 功利主義 犧牲少數 義務倫理學 康德的不顧實際 德性倫理學的話 僅依賴有德自人主義定義德性 循環論證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聖人聖人 假設聖人的存在沒有實質的用處 為什麼? 因為我就做不到嘛 我就做不到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了 為什麼最好的學校只能讓少數人讀 就是少數人有這個能力嗎? 他能夠自我訓練嘛 這個原來的目的就在這裡啊 大家有教無累通通進來 對不對? 那不是把幫派的勢力都帶進學校了嗎? 事實上也是這個意思啊 自從普遍讀大學以後 原來國中發生的在外談判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從國中版升級到大學版 就這樣子 力氣比較大而已 沒什麼真正的改變 原因就在這裡 好 那麼 所以每一種當中的話 就有他們討論的 因為這些總評來講 總評來講就是這個道理 規範倫理學 只為道德的行為或好的做出判斷 做規劃 沒有能夠整體式的包含善的個性 人生期待生命目標等等 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把他們這個三者之間做了一個介紹 然後我們今天上課的時候 大家開始要面對挑戰了 什麼挑戰呢? 請大家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這個 你的生命已經曾經面對最困難的抉擇 往往是不是一個道德的抉擇? 你覺得是不是? 是對不對? 你舉個例子 你敢不敢講 你不care這種問題 你敢不敢講 你看 為什麼他不敢? 你有一點生活經驗 為什麼他不敢?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要想一想 我這邊強調說 面對過最困難的抉擇 往往是一個道德的抉擇 因為這個我們不要仔細問 我們不要仔細問了 然後在這邊講 因為這麼大家就開始陷入 你覺得是 有沒有人覺得不是的? 沒有 為什麼道德的抉擇 在我們生命中這麼重要? 我告訴大家有答案的 你要記住道德的抉擇 本身因為是兩難的緣故 缺乏衡量標準 人沒辦法建立這個衡量的標準 這一點一定要記住 所以你遇到道德的抉擇的時候 大家就要發覺 像忠孝不能兩全的這種問題 如果不care這種問題 根本就不是人 懂嗎? 如果不care這種問題根本就不是人 為什麼這麼嚴重? 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人最在乎的就是這個價值的賦予過程 再者 在這個抉擇中是不是包含了什麼是對的這種問題 這是一定的 就是價值 對的價值 就是透過問題讓同學會了解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昨天跟一個法國人在討論 我們有激烈的辯論 他說 我說 一個國家需不需要民主制度? 他說永遠需要 我說給中國20年 50年 因為現在有會亂 我們來討論 他說我沒辦法擔保20年後會改善 我說你也沒有辦法 今天有的話情況會改善 但是因為你是法國人 你當然希望中國大亂 最好再來一次大型的內戰 那我是中國人我當然不希望 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人站在自己的立場 台灣人也不希望台灣大亂 說有事沒事殺掉40萬人 那還得了 喜歡嗎? 不可能 但是價值的選擇上的話 在這選擇 所以你要追求什麼 就是當然是追求在和平的基礎下 能夠維持未來 這個選擇是很無奈的你知道嗎? 在情緒上來講都是很無奈的 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一個社會要達到一個共同能夠理性討論 不容易 我們社會有很多人是希望重新洗牌的 我剛剛講的那套理論 大家希望大安全恢復到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台大對面全部是彈子房 都是那些老特務軍炸完油條後移民美國 怕死 都是這種情況 那最好房子沒有人要 地保300塊一瓶 這個很容易辦到 你把裡面住戶拉出來一半的槍斃掉 不就300塊一瓶了嗎? 我從小聽到過就這種故事 聽起來現在還不可思議 這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了解這個價值的選擇 確實是很難的 在倫理學當中 有的時候你講到極端 為什麼有學員講說 老師你為什麼舉的例子都這麼極端? 同學啊 我們在上課 上課就是一種自由精神的展現 什麼叫我們為什麼需要自由? 因為自由讓我們什麼話都可以講 做思想上的實驗 叫Thought Experiment 如果倫理的問題你不講到極端 沒有差別啊 如果倫理問題講說一個月的話呢 六萬五跟五萬八之間做選擇 五萬八的話呢 少上班一天少上班兩小時 六萬五的話呢 可能面對的同事長得稍微難看一點 你要選擇哪一個 這個根本就無關緊要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極端的時候你要做選擇 然後在道德中兩難 我們應該追求個人主義發揮所難 還是依附傳統社群 這個寫錯了 相信傳統的 相信哪一個? 像這個 這個問題 其實說良心話 有沒有人願意回答的? 相信社群主義還是相信個人主義? 相信哪一個? 你比較傾向於相信哪一個? 你比較像是個人主義的 我記得 他跟我說過 老師我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加個人主義者 你應該活在18世紀 那個啟蒙時代就是唯物主義加個人主義 對不對?你是個人主義嗎? 不相信傳統嗎? 相信個人決定嗎? 你要不要發表一下你的看法 為什麼你這麼堅決?標準呢? 那你比較像是 對不起 你是旁聽的 也好啦 一起參加 因為你比較相信社群的力量 你看到沒有? 你看 你們要覺得我了不起 你問老師你怎麼知道? 兩個人坐在一起 相見兩不見 我居然一下能夠猜中他們的內心世界 你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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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平常他們有講話 他們平常講話的時候 我最近在腦袋中就已經recording了 他一個講到說是問了問題 一個就是問到老師我為什麼要聽別人的 那不是個人主義嗎? 另外一個講說我們這個整個社會當中 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 那不就是社群主義嗎? 這已經講了很清楚 所以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有自己預設的觀點 叫preconceived views 每個人記住自己會想的東西 你想出來的東西沒有一句是中立 都是有立場的 但是這裡頭當中哪一種個人主義好還是社群主義好 留著你們自己做判斷了 像你們是年輕人嗎? 我告訴你為什麼年輕人不敢講話你知道嗎? 公開這種場合年輕人不太敢講話的 你知道為什麼? 首先第一個 你受到教育當中一直不斷的給你灌輸 你要講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 強調個人主義就像是你受到灌輸 強調無神論者一樣 無神論者 我在這個行課跟大家講過第一個 你要證明你個人能夠做判斷 你要證明神不存在很難啊 大家要了解 每一個人講話的時候透露他自己的觀點 每個人成長一個溫暖的家庭當中 跟個人主義就矛盾嘛 你怎麼可能能夠把你的矛盾的思維解釋很清楚 有本理的不要爸爸媽媽出來流浪啊 一聽到流浪還得了 那台大修學啊 什麼時候復學了 不復學了 嚇得要死了還好證明沒能力啊 第三點最重要了 最重要了 這種什麼個人主義、社群主義這種東西 本來就離我們很遙遠 你知道嗎 這個是完全大家附會風雅所交出來的東西 因為人本身就是他講的對啊 老先生講的對啊 他不會有年輕啦 但我也喜歡教他老先生 他講的對啊 人生出來就是一個社群中的一部分啊 你讀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就講得很清楚啊 你喜不喜歡是一回事 人本身來講的話沒有辦法 像你男大當婚、女大當家 然後生小孩什麼什麼什麼的各方面 很自然啊 所以你要證明不一樣很難 所以為什麼年輕人叫他們站在公開講一句話 沒有一個講得出來的 講起來也很好笑 講起來非常好笑 這支持同性戀的時候用行動 穿了內褲在那邊扭來扭去很厲害 其他都不行 講不出道理的 講不出道理為什麼? 因為太難了 太難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說 要 就是說 同志出櫃告全國同胞書 然後要把這個困難度先解釋一遍 起碼花三分之二的篇幅 講說雖然很難 但是我內心炙熱的激情 讓我站出來向大家表示 我以後我連內褲都不穿了 這個很難你知道嗎? 這個非常難 好 那這種題目很多了 如果這真是兩年 你問問你自己 如果你實行公立主義做快樂跟痛苦的計算 是不是有助於你做一個選擇呢? 來 你說一下第一個問題 公立主義做選擇 你做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依附公立主義做選擇? 還是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很可怕 你知道嗎? 搞不好 對不對? 要依附什麼? 大聲說出來 依附什麼做選擇? 隨機抽樣還是公立主義 一聽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好可怕 我不是跟你說過公立主義不道德嗎? 隨機抽樣還比較道德一點 對啊 廢話 隨機抽樣就不用了 你留在鄉下做春菇 家裡就給你配一個 那不就隨機抽樣嗎? 阿財 阿貴 阿福 隨便挑一個 阿露 依靠什麼做選擇? 依靠公立主義 沒錯 我跟你一樣 我如果是女生 我也要按照公立主義做選擇 這個很正常 可是為什麼大家講起來覺得不好意思呢? 因為人是偽善的 人是假道學的 人是有缺陷的 不對嗎? 記住人是偽善的 我們本質中的一部分 對不對? 如果人跟化學元素一樣的話 就根本沒有這種問題 那就隨機抽樣了 因為人知道自己 人有每一個人 不論男人女人都有 Narcissist的 希臘神話講得非常好 在水裡一看到自己長相 覺得自己美的不對的話 掉到水裡淹死了 還是說抗德的規則呢? 也就是無上命令 更能夠幫你做這個選擇呢? 今天上午的頭條消息 德國阻隔失敗了 的主要原因 就是梅克爾用了一條 Humanitarian Principle Tolerant towards Refugees 對於所有的難民開放大門 2016年 2015到2016年 接納了120萬難民 這是康德的原則應用 德國的整個道德理論 康德的原則 只要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己所欲 別人也要有這個機會 擁抱 玫瑰花什麼的 搞了120萬人來 這120萬人來 對於德國構成的生活上極大的威脅 好了 德國現在阻隔阻不成了 原因就是因為很多人發覺 如果你過度用康德的原則 忽略了我們國家的功力 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 功力主義的確是現在做一切判斷的基礎 為了要證明這件基礎性的原則 一定要大聲說出來 人其實是偽善的 雖然說講久了有點難過 但是我講的是事實 我用例子來證明 至少我在目前的認知是這樣子 你看這幾句話值多少錢 有哪一個正牌子大家就要告訴你 人性本身有缺陷的 你自己在講 我們一問一答之間大家都心裡很明白 還不明白嗎? 剩下人講我要愛呀所有的 有人講說只要有一個人吃不起一養午餐 我就不吃飯 你在減肥啊你 鬼扯 對不對? 我聽到那種所有鼓勵大家做善事的人 我真的想說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問過你自己有沒有讀過書啊? 我想了很久你知道嗎? 我沒有答案啊 我翻開每一塊石頭要找道德的基礎啊 找不到啊 我只能夠證明人本身的個性是有缺陷的 因為事實上我要效率的話就是功利主義啊 因為看到這個理論的話呢 那你是怎麼做出決定的? 一般人避免自己做決定啊 為什麼? 一旦做決定就是certainty很痛苦啊 你知道嗎? 非常痛苦 好 要不要執行死刑的問題我們來討論一下 討論完以後我們就問 功利主義跟康德的理論 在要不要執行死刑上來講 有什麼不同的立場? 能夠提供什麼想法? 來 那個同學在執行死刑問題上 是功利主義好還是康德的義務論好? 功利主義比較好 為什麼你講完以後一副好像全世界不要理我 我就這樣想的原因? 講起來會不會有一點心虛?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對不對? 為什麼? 殺人則死 就這麼簡單 這是劉邦2000年前的規矩 好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我有一次到法官學院去演講 就是這個題目 我去的時候當然是為了社會公益 不是為了演講費 我喜歡觸碰這個題目 我要證明一件事情 我那天真的是超級囂張 我起來一問 諸位法官們 你們是道德上的侏儒啊 你們是神面前的無知大眾啊 你們拿法律碰道德的問題 你用你個人的良心來面對 只有神才能夠做的判斷 你晚上睡得著覺嗎? 你白天吃得下飯嗎? 你對得起你的父母嗎? 全場一片鴨雀無聲 他們都不知道我有罩門 他們都不知道我有罩門 他們一聽我的聲音 我故意製造一種高亢的聲調 無知的人啊 你難道不會了解你在幹嘛嗎? 他一聽就覺得進入教堂的氛圍了 你知道嗎? 我怎麼只差沒有把他們的奉獻箱拿出來 叫他們捐款 每個人嚇得要命 每個人 神會懇罰你們的啦 嚇壞了你知道嗎? 後來我弄完以後 我說我有罩門啊 怎麼都沒有意見呢? 後來那個副院長起來 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你的罩門 因為我們良心確實是飽受譴責 我說我的罩門就是我也是人啊 我怎麼可以嚇得住你了? 我應該嚇不住任何人 後來就慢慢發覺 這種問題 我們社會當中有很多人 把倫理上的問題 當成法律問題來思考 結果無效 倫理問題不能夠當成法律問題來思考 因為法律 其實大家有一句話講說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法律跟道德根本就兩回事 他們根本就不在一個同面的層級的 如果你把法律跟道德結合在角 你會發覺律師都很有道德 怎麼可能? 律師有道德還當律師嗎? 大聲地對一幕講 你要有道德你還當律師嗎? 你應該去佛光山剔度的 對不對? 沒有失職的關係 但是往往在討論到 要用法律來處理倫理的問題的時候 會覺得碰到神學的問題 生命價值的問題 如果用生命價值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一般人迷信層次就更高了 所以說回到德性倫理學來看待這種問題 德性倫理學看待問題 三種理論 公立主義 義務理論 德性倫理學 要交叉運用 交叉運用 才能夠徹徹底底理解這個 我們都覺得很困難的題目 德性倫理學的核心議題是 德性是追求美好生命的能力 這是核心議題 那像追求合於自己願望 以及美好的生命 就是那種真實的符合正義的生命 如果是這樣子 什麼 那麼是否有可能 對於某人而言 可以活得很好 卻不必活出真實的 具有人性的以及正義的生命 這個問題在問什麼呢? 請同學注意啊 就是說 我剛剛強調 眾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惡惡 大家沒有很激動啊 大家沒有很激動 大家希望說是活得跟世俗環境一樣啊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大會 我赫然發現 我在台大教十幾年 所有有志青年全部參與這一行啊 管你學什麼的 為什麼? 錢多啊 跟著隨波逐流啊 幾乎沒有人例外的啊 什麼什麼什麼理想啊 什麼個人的道德什麼的啊 這種觀念不容易 這種人叫活得好 比如說 講個事實吧 你們可能很難理解 也很難相信 我因為生活意境的關係 常常 只要有那個超級跑車 一來我們這個可憐的戲管 來找人的時候 我們的公友講說 五樓中間那個辦公室 問都不用問 就 進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一看到這種超跑 七八百萬的車子一看 說良心話 說良心話 你現在真的有志青年也沒辦法達到這個理想 不養家了去買車子 這個很難啊 其實我也可以 但我得把房子賣了 買個四輛車擺在那邊還得搞停車場 神經病 對不對? 我真的也可以 我其實也蠻好的 也比一般人好 可能還好不少 但是我覺得 這種好不是我認知的好 說良心話 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來 活出真實的 具有人性的 我不敢講我要活出正義的生命 但是我要活出真實跟具有人性的生命 這是我的努力 大家上我課的時候 感覺到我還有這麼一點理想 要不然我幹嘛這麼賣力 我每次上課的時候還要脫衣服還要流汗 還要喝濃茶 對不對? 有一點理想 但是跟我一般人所謂的好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一般人所謂的好的話就是世俗的好 世俗價值中的好 所以說 好 那你要分清楚 像你那種肯定自我的人你要分清楚 像你那種個人主義人你要分清楚 像你知道對人生還很迷惘的人要分清楚 就是說我認知的好 跟大家認知的好一樣還是不一樣 如果完全不一樣 那你也有問題 如果完全一樣 那我覺得問題更大 對不對? 這個就是偉大的地方了 你仔細想想看 我剛剛為什麼拿你們這個建築設計當例子 你知道嗎? 人怎麼樣活著自己就是一種設計啊 你設計你自己的人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怎麼樣凸顯自己的優點 怎麼樣以 怎麼樣這個 不知道隱藏了 就掩蓋自己的弱點 這個都是一種人的一種藝術啊 當你被問到去思考一個有德人的時候 你會想到誰 你會認為那個人活得很好嗎? 就一樣的問題啊 你會覺得誰是有德的人 你覺得他活得很好嗎? 像我問過很多人 人家講的都是信雲大師跟什麼正言法師 眾人腦袋想都不想 你覺得他活得很好嗎? 我覺得活得還不錯 當你想到一個活得很好的人 你會想到誰呢? 你同時會認為那個人是個有德性的人嗎? 比如說 地包買三棟的 四棟的這個衛家活得很好 那大家這個人云亦云說他們不好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有沒有注意到很奇怪的現象? 所有的有錢人最後都會學會捐款 人家講說抵稅你錯了 不一定光抵稅喔 還真的有一點理想在裡頭 真的我特別注意過 我是專門 你知道為什麼我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嗎?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 我們做投資人只有一個問題 如何白天賺錢晚上睡得著覺? 因為我們都沒錢 所以從來沒有過這個問題 我們永遠睡得不夠這個問題 從來沒有什麼睡不著覺的問題 他們是如何白天賺錢? 那種場合永遠只聽新人笑 從未見到舊人哭啊 賠了錢的人都不會站出來的 所以說要告訴大家 那這種人 他為了要追求內心的平靜 他要靠做善事啊 對不對? 那這個多重要啊 這麼多麼重要啊 我2007年寫了一本書 不好意思介紹書名 免得這個有置入行行銷的概念 但是大家也不要買 因為很貴 跑到成品站的翻一翻 最後一張 我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我在回答這個問題 怎麼樣白天賺錢晚上睡得著覺? 什麼叫做依附個人行為的慈善活動? 有些人怎麼做慈善? 什麼樣的慈善要達到這個倫理學的問題 這個倫理學的問題 所以同學們我應該 但是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這種問題的話活用哲學 所以我 我寫的問題是非常非常接地氣的 很多人覺得開玩笑 有些人賺錢 這個晚上睡不著覺 這種怎麼叫哲學? 哎呀你錯了 你錯了 因為窮人沒有睡不著覺的問題 有錢人的錢哪來的? 良心不安啊 無奸不商啊 對不對? 市農工商啊 對不對? 好所以說 好我現在問一些醫療上的問題 我分成幾個了 分成幾個問題 那我們班上有好幾個醫學系的 我倒並沒有拍你們醫學系的馬屁來上這個課 但我發覺醫學裡面的問題的話呢 很值得你們進一步思考 因為我覺得很具有這個代表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伴隨著時代的進步 然後呢 大家要知道 你認為人醫跟獸醫有沒有差別? 你認為人醫跟獸醫有沒有差別? 有 差別是什麼? 是心理的還是生理的? 對啊 所以專注生理而言的話 人醫跟獸醫有沒有差別? 專注生理而言 對啊 對啊 那是生理構造啊 那就是那個不叫差別啊 就是牛有牛的構造 人有人的構造 否則什麼? 否則就是minuto 長得像牛頭人生的不就很奇怪嗎? 就這樣子 心理的差別 人醫跟獸醫是性差別 所以什麼呢? 所以你覺得人醫好幹還是獸醫好幹? 坦白講你說人醫好幹還是獸醫好幹? 獸醫的話呢 你講你們這個狗真的太可愛了 有人性有靈性 可是我們盡力了 沒事了 然後你爺爺的話呢 真的是太可愛了 我們也盡力了 什麼? 你講了完全就沒得講了 為什麼? 人有那種uniqueness 獨特性 這種情況 好 醫療決策的倫理面向 我們要談維持生命的意義 器官買賣的倫理兩難 醫生應該告知病情 給誰知道 病人還是家屬 好 那麼 我會覺得說 在醫療界中 在醫學界中 醫生可以說是每天面臨了一大堆倫理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大家完全把這個問題擱置了 我講了無論問題為什麼 因為醫病關係的話呢 不要以為你不是醫生 你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你剛好是病人啊 是家屬啊 沒有人跑得掉的 那醫生本身也會是病人跟家屬啊 你們沒有 在我這個年齡當中 在醫院中 跟醫生溝通的時候 我的這個sensitivity告訴我很多倫理學的議題 我其實因為我在國外生活的久 我太太在比利時開過一個Cesarian 拿過一 拿過 動過一次大刀 所以我見過兩方面的醫學 我認為西醫就是西方人的醫學 東方學西醫的話呢 就是一種人格上的措置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 東方的好西醫就是自我鍛煉 所以我不曉得注意到 你早先看到的時候 早先那個英國殖民時期的時候的 東方地區出了好一生 他舉手投足之間跟西方人是一樣 除了長得還像東方人以外 其他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確實是一個內在的潛移默化 你看中醫就基本上 你看很少見過穿著西裝的中醫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也知道醫術跟穿不穿西裝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可以了解這個裡面的心理上的一種權威性 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我現在講一些我 比如說腎臟手術移植的決定標準是什麼 我先強調 很多人認為說醫療輪體是沒有答案的 可是醫療輪體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但是問題是他要時間一到就要做出決定 這個決定的話呢 是按照功利主義嗎? 按照義務理論嗎? 按照道德生命嗎? 這個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這個就非常不一樣 比如說年齡嗎? 是年輕的優先還是年老的優先? 功利主義當然是認為年輕的優先 年老的已經用得差不多了 還要換什麼呢? 對不對? 甚至還有道德譴責論 你好好的話呢 甚至為什麼有問題? 你這種行為的話呢 再換也是會有問題的 道德譴責論 還有財富 財富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 財富問題就很複雜了 有錢人優先嗎? 有錢人優先嗎? 大家知道 很多分配財富的問題 是屬於一個 不是一個客觀的問題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是一個世代的問題 是一個世代的問題 而且可以說是最嚴重的問題 還有道德 優先的善良 剛剛我們都想像的那些大師 信雲大師 鎮言法師 他們現在要換的 大家就是信徒一起集中發念 讓他們優先取得 這個也是次序的問題 善良 綜合 考量多種綜合的理由 還有技術 這個實際成功的可能性 還有本人 病人可以參與決策理論嗎? 家庭呢? 醫生可以扮演選擇生命的上帝嗎? 等等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介紹給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給大家知道的時候呢 我只有一個目的啦 我就要讓大家了解到 在倫理學當中 如果你假裝不表達意見 你就是一個clerk 就是完全按照整個機構的決策來做事的話 你不用負責任 但是你會碰觸到倫理上的兩難 道德上的兩難 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我們實際上的話呢 我們要接下來 假設醫療資源分配可以基於如下六種標準 假設啦 傑出表現標準 比如說 得到了某種 得諾貝爾獎的人 你像那個Steven Hawking 他發明這個永遠沒辦法來證實的物理學理論 但他身上揹那個儀器的話呢 一千多萬美金啦 他全程只剩下大腦啦 他可以講出從英國槍變成美國槍啊 對不對 你在網上看他講話的時候 他只剩下他的大腦了 這種儀器的話呢 就是因為他太傑出了 他的物理 他提出了一種物理理論 沒有辦法測量那個波 比重力波還細微 但是他自己就背了那套機器 所以他能夠得到永生的不死 剩下大腦而已了 比那個 比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利克膜是吧還厲害 什麼 比利克膜還厲害 他身上一個大腦了 全身只剩下大腦 其他全部是機器了 還能講話 另外的話呢 基本需求標準 什麼是需要 什麼是需要 器官移植是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要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請問這種問題是市場可以決定生命的嗎 市場可以決定生命的嗎 像你是個人主義者 對不對 也是唯物論者 請問市場可以決定器官的價值嗎 直接回答我 Look at my eyes 可以 你呢 可不可以 連不可以都說不出口了 你呢 你看 不確定 不確定是吧 你覺得市場可以決定器官的價值嗎 你覺得可以嗎 你覺得不可以 你覺得可以嗎 現在你你覺得可以嗎 你你你你 對對對 可以嗎 市場你覺得不可以 我們有標準答案 等一下我們醫學系統要告訴你什麼是標準答案 今天價值以外還有什麼價值可以 達到公平的要求 你也說不可以嗎 對不對 你也說不可以嗎 你也同意他的想法吧 大概是但是我講的重點是 除了金錢能夠作為衡量價值的標準以外 還有什麼他沒講出來啊 康德的理論 所以死不死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要公平 對不對 每個人一人一條命是應該公平的 每個人都有一模一樣的尊嚴 全班調查一下好了 像你這個 認為器官可以透過市場來決定的 該給誰的 用價錢的舉手 怎麼有 這麼少啊 這麼少你手摸著 對啊 話不會講你手都露不出來 好放下來 認為絕對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的 非常堅決絕對不可以的 違背你基本原則的 這麼多啊 這麼多啊 好 好 那絕對不可以的人的話呢 是要記住啊 就是說這個剛剛說絕對不可以的人的話 自認自己還蠻有錢的人要舉手 一個都沒有那就沒用啦 那根本就是窮人當然嘛 就不願意啊 那這個就是反社會人格嘛 這有什麼好講的呢 根本沒錢呢窮鬼 你給人家搶什麼勝仗呢 對不對 認為自己還蠻有錢的 你啊 沒有 沒有 沒有那就舉了白舉啊 對不對 一個都沒有 一個沒有沒意思啊 一個沒有窮人的話就是 但是客觀用理性來想的話 我講的是 還是說不敢承認 你要知道市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誰能夠抗拒市場 我剛剛說過了 所有年輕人都是選擇投資這一行啊 所有年輕人都選擇投資這一行啊 因為吃得好又有尊嚴又不受老闆管 然後又能夠充分發揮的個人獨自的立場 像他們就是準備幹這一行的 獨的工程是打一行不重要 重要的是搞這個 市場啊 我都幫他們說完了 對不對 那好 如果是這樣子 但是 如果是這樣子 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市場 你要知道市場的力量是一隻不可見的手 不管你贊成不贊成 他已經在運作了 對不對 到印度要到什麼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說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你們獨一的人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有沒有想過這種倫理道德問題 醫療倫理 想過 我認為 市場的力量 我講一個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沒有答案的 但是我講的感覺 我覺得市場有效 但是它的問題一定是在極端的情況下 才會發生出來 有一次演一個電影叫Island 有沒有看過電影 Island 電影 超好看的 那個很帥的蘇格蘭人演的那個叫Island 就是那個抽獎 抽每一個人抽去 然後就到Island去度假 其實是馬上把他的器官挖出來 因為他的 他的複製人在另外一個社會 你沒看過電影嗎 叫什麼啊 我只記得那個中文翻譯叫什麼 你知道看過電影嗎 Island 你去查去查 你在網路上查Island 這個電影的Movie Island 他就是這樣強調 每一個有錢人為了要確保自己 可以花天酒地之後還有器官的話 就讓人家複製一個 cloning一個 然後養在一個地方 然後他每次抽中的時候 說是到Island度假 然後其實是把他器官拿出來移植 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到了市場的價值到了極端的時候 如果他不極端 比如說大家compete 比如我們最需要三個月內會死掉的人 然後再compete這個價格 然後符合投最高標的人就可以得到的話 如果按照這種情況 那個就是 一個只要在不極端的情況下 會是一個用市場來解決問題的一個基礎 好 那麼 如果是公平抽籤的原則 隨機公平抽籤就是客觀的標準嗎? 不考慮其他的因素 這樣的random 隨機抽樣就是公平嗎? 好 那麼 沒有一個適當的標準 因此所有有關換勝的決策 必然皆是妥協下的結果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在討論到倫理問題的時候 我知道講到這個觀念講完以後你就了解 講到倫理問題的時候 你的道德直覺一定會讓你堅持你的意見的同時 你的現實情況會讓你必須接受妥協下的結果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子 就要不斷的告訴自己 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接受妥協 我覺得這是一門很重要的藝術 接受妥協 compromise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我們的自然語言 我們的語言 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 引導我們思維 我舉了非常多的例子 我們認為善惡 黑白 非黑即白 非白即黑 沒有中間地帶的這個語言 引導我們的思想 這個引導我們思想下的結果 產生一個最大的錯覺 就是不能夠接受必須妥協的環境 你死我活 於死往破 的這種結果 那這個必須搞到黑白分明的情況下 對於倫理問題的判斷 是有很麻煩的影響的 那麼講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我剛剛說過三種理論 公立主義大家很清楚 有效率但是不道德 義務理論的話呢 非常理性但是沒辦法應用 道德生命的話呢太緩和了 因人而異 但是真正的道德決定的妥協 是這三種理論之間的妥協 是這三種理論的妥協 對的有理性的還有個人生命成長的三者的結合 比如說涉及到一個很緊急的情況 它會取代一切的考量 最近我聽到衛生署在介紹一個觀點 說在急診室當中 有一個人講說我牙痛得要命怎麼沒輪到我 別人都插隊 那個人講說急診室是看急的情況 急診急診不是就診 你牙痛抱急診 那個就不是我們要放在優先地位 只要一有急的情況下馬上 其他的考量的條件的話呢 就是按照實際情況講 然後接著 每一個人都要能夠負得起醫療的費用 這一點是屬於每個人一有的權利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以前我在比利時讀書的時候的那個醫療保險是小病很貴 大病免費啊 台灣剛好相反了 小病也便宜 大病也不貴 所以那個整個醫療資源浪費得很厲害啊 所以這個整個的政策制定 因為涉及到每個人公平的原則 那小病很貴 萬一有的人小病變成大病怎麼辦 所以涉及到每個人公平原則 所以這些妥協的結果 我們台灣採行的 基本上我上次跟大家提到康德理論 知道台灣是一個完全是在康德理論下建構的 強調人權 強調尊嚴 強調每一個人的公平 但是一個美好生命的認知的話呢 我要強調什麼 當你發生在道德判斷發生錯誤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太自責 你千萬不要太懊惱 懊悔 你要告訴你自己 人的道德判斷能力就是這樣子 在錯誤中一步一步一步學習過來的 沒有人天生聖人 十歲做事就一步到位的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步一步學習 所以我覺得 所以說這個達到妥協下的結果是要把這三種立場 能夠說得清楚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倫理學出現了三種理論的目的 並不是告訴你誰取代了誰 而是告訴你如何在綜合這三種的常駐中 能夠獲得一個妥協的結果 這是標準答案啦 所以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讀過大學的人 這問題應該很清楚 三種理論 如果你是讀過大學的人 你應該知道 道德上的兩難並不難判斷 如果你要講求效率的時候 功利主義絕對是正確的啦 可是如果你要講求個人尊嚴的時候 康德的義務論也有必要遵守別人 你想要擁有尊嚴的態度跟立場 就跟你自己想要擁有尊嚴的態度跟立場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但是第三個 道德生命當中的特點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不要忘了第三點 這三者結合在一起 就是倫理道德活用的答案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比較完整一點 在道德的世界當中 我們有可能後悔的 是不是 因為都是想像的世界 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也是重要的 康德爾最後回到亞里斯多德的理論 的關鍵是道德的生命是學習的結果 這點很重要 每一個人就學習 你會發覺等你們過了三十年後到了我這個年齡 你會發覺見的事情多了 判斷 所以說家有一老爐有一寶的道理也就在這裡 也就在這裡 他會告訴你說遇到這種情況我以前見過 當時我做了錯誤 現在你不應該犯這個錯誤等等等等 那這個重點就在這裡 好 來 你說 好 那這三個理論之間 就是 你會把它們看成是 就是兩兩他們之間是連續的 還是是分離的 就是理論跟理論之間 我覺得好 這三個理論之間 他們都說了倫理道德的不同面向 比如說 你看我的回頭看我的PowerPoint 我講當我們談到公立主義的時候 它是外在的情況 逼迫我們為了追求效率不得不做出選擇 這是這種情況 這是第一種情況 這是所有關政府 比如說你突然SARS發生的時候 馬上隔離所有人沒有人權 不能出來 這就是公立主義 那第二種情況是 對康德講說 如果你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理性的話 你經過推理論證的結果 它的結果其實既是規範的也是事實的 如果你有靜下來想的心情的話 比如說 我們也想到說 我們也想到說 那個大巨蛋可不可以讓它完工 不可以有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安全 就是這樣 可是第三個的話 講說你一個人活著當中 你有什麼東西 如果你每天抱怨 沒辦法賺錢了 生活不好了 那你活著幹嘛呢? 不行 你生命本身來講要靠自我的認知 來滋潤自己 來成長自己 讓自己能夠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同學問得很好 他意思是說 哎呦 我們會有功利跟義務配合 然後義務跟德性配合 德性再跟功利配合 它本身是我們人生中的三個面向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告訴大家一個重要的道理 你講到道德的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會扯到教育啦 然後你討論到教育的時候 你會聊到政治啦 你聊到政治的時候 你會聊到宗教 他們是一體的 道理就在這裡 因爲什麼呢? 因爲這個都是成長中學習的過程 所以我們人生有很多面向 政治一樣可以講人權 講功利 可以講整個政治的生命的發展 我們下次講到政治哲學的時候 我就有很大的發揮 因爲那是一個最重要的題目 大家要知道 一個人活在當下 怎麼判斷這個制度正確還是不正確? 你憑什麼? 政治哲學一個人怎麼講 你當下你不可能知道的你知道嗎? 當下你不可能知道的 我們覺得哎呀 那個什麼 什麼俄國制度嗎? 明星那個普京什麼的 那你知道俄國人多相信普京嗎? 那你知道美國人多不相信 就是川普嗎? 所以這個一個人當下要認知一個政治 所以說這跟道德生命是一樣的道理 好不好? 就這樣子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我們繼續看 其他的比如說安樂死 醫生可不可以幫助安樂死? 其實我們幫他很好 有個人主義者加唯物主義者 所以他都是有答案的 不用問你知道嗎? 他永遠是可以可以可以 就他是永遠可以 那對同學來講的話 他省了很多麻煩 同學一開始沒有接受這個立場 所以很痛苦啊 對不對? 我自己親眼面對過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哎呀 我的天啊 有一次我爸爸活到95歲 96歲的時候中風了 中風以後 醫生講說他自己如果呼吸不行要切管 然後醫生跟我講說 剛好我那個時候我們台大哲學系的孫老師 孫孝志他在做生命教育每天都跟我遊說 哎呀 人啊到最後啊 愛寧療禍啊 要維持尊嚴啊 什麼生命尊嚴一大堆 我學了一大堆術語 然後呢就一下子閒 哎 就跟我姐姐講 說我們那個生命教育中心教了我很多 還要我去演講我也會講 哎呀 人啊到了最後啊 走要走得有尊嚴啊什麼 我姐突然回過頭來瞪著我看講說你要幹嘛 我突然覺得我整個那個我姐姐的眼神像聖靈充滿意象 突然把撒旦照得亮亮的 我說我我我我我我他媽不是人我 我 好了 沒事了 就拖了五年 山窮水盡 否則我早就有跑車了 五年 就那一個決定 就是被那個照那個光照到那一次 從此我的生命也改善了 可是我的生活變壞了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可怕了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可怕了 你自己的親人回頭一問你你要幹嘛 他是一個很直覺式的發問 你你你無法回答 你回答說你你們做不到我來給我一個枕頭 做做不到啊 這個不是醫生準不準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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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想沒有像你想那麼簡單 說是說是 這是我親身經驗親身的 親身經驗 我後來把這個案例講給我們那個生命教育大師聽 他聽了會被我說服了 他說看樣子我們要修正一下 好像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是真的親身的經驗 所以說 那能不能夠墮胎後的胚胎從事醫療研究 不要講胎凡數了 你就做研究都有問題 告知基因遺傳病的實情 是否應用基因科技影響胎兒性別或其他 那個可多了 性別不平衡嚴重 病人是否在醫療之中 我就討論這個問題 病人是否應該在療程中佔一席之地 倫理理論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是不行的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 蘇格拉底斯的問答有助於醫病的關係 聽說你們現在還請了戲劇系的人來教你們怎麼樣來模擬醫病的關係 真的還要考試啦 適不適合到 社交功能障礙的人不能當醫生啊 每個醫生要表現得像哲學家一樣說 怎麼樣 有沒有好一點啊 看到我有沒有高興一點啊 我今天為了你化妝來的喔 要讓病人 生命又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 我前一不久住過一次院 是我自己主動去住的 我發覺護士漂不漂亮真的對於病人的心情有影響了 不一定講我 不一定講我因為我已經老了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確實是感覺很不一樣 確實不一樣 好那傳統中有關於生命哲學問題的討論 醫療來自於這個 總之維持生命器官交換告知病情這些問題 都是很重要的 那維持這個生命當中 在什麼條件下 可以不提供食物跟水 那這個也是我剛剛講的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 這個確實是 因為我這五年的經驗碰到非常多的人 讓我的倫理學 醫療倫理的知識進步 我其實原來在上這部分的時候 我之所以會專門提出來這個討論 是因為我曾經度過了五年 就在旁邊 呼吸中心 就在那個盯作路的呼吸中心 每次固定去那邊 然後感覺到所有的倫理議題 不斷在我身上出現 不斷出現 尤其是很多子女 簡直用那種 其實這種天人交戰的心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了領退休金捨不得讓自己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像這種問題 比如說 醫療資源的稀少分配 洗腎 洗腎是一個例子 健保是一個例子 還有醫療技術的限制 醫療技術的限制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有尊嚴的死亡選擇 你知道有尊嚴的死亡選擇是 時間非常短 絕大多的人都陷入Coma Coma就是一種 那個中文怎麼講 Coma 叫什麼 昏迷狀態 那昏迷狀態這個人的話 他根本都不知道 他怎麼會有尊嚴的選擇呢 對不對 要之前要先強調自己 那之後的話 有選擇的人 還有沒有後悔的機會 像這種情況下 所以說在 那麼在不涉及的情況 像你們 我為什麼要拿出我個人的例子 來做解釋 我要告訴大家 不涉及的時候 這些問題聽起來都很抽象 很無聊 打哈欠睡得一塌糊塗 一涉到自己的時候 突然發覺哇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那個讓人真的感覺到 人是脆弱的 我告訴大家 活用哲學的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要不斷的讓自己生活的精力要豐富一點 才有可能活用哲學 否則在不涉及的情況下 講那些東西都沒用的 如果很幸福的人 跟快樂的小小鳥一樣 想飛就飛 想跳就跳 這種人沒有任何的參考的價值 所以說要多讀歷史 多跟有生活經驗的人聊天 所以在實際的醫療之中的從業人員所面對的具體的考量 我看過那個具體的現狀 非常多啊 為什麼 我因為 所有的護士都是 因為我自己身上 我向來都是住這個一個人住的病房 護士一進來就是很大 可以騎個腳踏車還可以轉出去 所以這個 進來就笑咪咪的 可是你知道 如果是四個人一房 一進去都擠得那麼密不透風的 整個護士戴三層口罩生怕被感染 情況就很不一樣 所以我強調那個實際上的那個病例的各方面情況來講 那個完全是靠市場啊 哪個醫院不是這樣子 你想一個人過你就加錢啊 所以我七早八早就把保險都保了一大堆了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選擇 這個裡面為什麼市場的力量太大了 這就是我講的具體的考量 所以同學們 就好 買賣器官 憑死人應該被鼓勵捐贈器官嗎 誰應該獲得器官應該有市場價值嗎 可以販賣自己的器官嗎 可以取出死人的器官 而沒有經過事先的同意嗎 這一些問題 這一些問題 都是一開始說不可以 後來慢慢慢慢發覺它是有存在的理由 就是說我們討論到倫理的問題的時候 都要從一個實際的情況 先是考慮到客觀的 形式的 然後再從實際的情況來檢討 來檢驗 來論證 那那個時候就發覺 所有一開始不行的 後來其實陸陸續續都行 那這是一個認知上的一個關鍵情況 那這個也是我們應該 那我自己也想到了一些其他的題目了 就是說在我們目前國內的話呢 就是說這涉及到倫理上的議題 倫理學的議題只涉及到人所有的議題 跟人相關的 我們剛剛之前討論都是人快死的時候 現在討論問題是人一開始還沒出生的時候 可不可以隨著科技的發展 可不可以借人家的肚皮來生小孩 surrogate 有人認為說 你們知道surrogate 這個代理孕母的問題 這個我問一下同學 你認為代理孕母 就是幫助那些沒有辦法自己生出小孩的人生小孩 你覺得可以的舉手 代理孕母沒有可以的舉手 絕對可以 你看 我少說你們兩個不可以 再問一遍 認為代理孕母就是幫助人家生不出小孩的人生小孩 這件事情有時候不可以 有時候記住成熟 認為可以的舉手 剛剛舉過手的人 都可以算了不舉了 你說不可以 你是唯一不可以的 唯一不可以的 你也不可以 你也認為不可以 一男一女 你們兩個長得滿像的 沒有隨便講 別難過 他其實很帥 他也很漂亮 我現在問你 你們兩個認為不可以 我先講評論一件事情 我先跟大家強調 這個比例很高對不對 對不對 說明了 中華文化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文化 記住啊 先記住我講這件事 你同不同意你下禮拜來 下次我們上課 你再跟我辯論 我說中華文化是個非常實用主義的文化 因為代理育母有個實用的價值 就是我先講了 人家生不出來孩子很可憐 七八千萬的財產沒人繼承 現在的話 大家說君子有成人之美 就給他個肚皮就生下來 對不對 拿什麼神秘的力量 大家就這個很實用 所以就全部贊成了 講到聖障 一大堆人反對 講到代理育母 借肚 借聖障 因為聖障有兩顆 你借一顆還留一顆對不對 那大家就說不行 這不能這樣 這太不公平 講到代理育母很好 那窮人小孩 借了機會對不對 然後在台北買一棟房子 大安區的 然後很好的 搞不好厲害的 還要不要代理兩三次的 搞一千多萬人 這在文化上決定了我們的認知 對不對 不錯 班上有個唯物論者非常好 沒情感 對這種問題完全沒情感 對不對 完全沒有情感 搞不懂 絕聖障的時候 不要不要不要太殘忍 那代理育母很好很好很好 人家鄉下的春菇肚皮借給你 你有見過嗎 都市的人穿著高跟鞋子 搞代理育母的嗎 都是倒過來的 對不對 好 有沒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有沒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那是罪犯的問題 你說像我被抓去一個正妹了 有人說反對原證人家是不是 沒有我們講都是合法的啦 我們現在講都是合法的啦 怎麼還防著綁將 對 你說什麼 腎臟的問題在講的是 應該由誰來得到這個腎臟 對啊 但是代理育母現在就只是在講 由誰得到這個肚皮啊 應該提供這個給他就是為別人化學 代理育母通過了沒有法律 好像還沒通過吧 對不對那在考慮為什麼不通過 既然全班這麼多人贊成 可是就是說 可是剛剛說他完全就在幫助別人 然後也是沒辦法完全同意 就是代理什麼代理育母就是幫別人 不是 那當然是我解釋的空間啊對不對 我現在在問你們呢 你們是未來的精英啊 對不對 你們變成偉大的什麼什麼什麼各樣學科的教授 已經討論到代理育母的問題 就想起來說我當年在上倫理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講代理育母是我們大家都贊成的 腎臟是絕對不可以的 記得大家出現的這個問題啊 我們上課就是要這樣學習啊 對不對 這不是很重要的一課嗎 是不是 我跟你講齁 這個答案很明顯 但是我現在不跟你講 我會看到下面 像告知病情的問題 這個 這個原來有人會認為說病人要知道自己的病情 這件事情對於自己的病情的狀態是有 幫助的 柏拉圖就說過這種話 大家有機會把這個裡面的內容找出來看一看 另外結論 歸根結底 醫療倫理是一個平衡得知輕重的問題 在雙方均有理的情況中 法律跟倫理之間是不會獲得最終答案的 結果總是法律在兩種立場之間顯現了無力 這個這個是確實這個情況中所產現出來的情況 同學們可以了解一下 我覺得今天最有意義的事情是 當代理育母我們解釋到那種 幫助別人心情的時候 大家居然都認同了的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significant 大家能夠認同代理育母的事情 overwhelmingly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主要說明什麼 主要說明所有的倫理的判斷 都是有文化的基因在裡頭 所以大家記住這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達成 在同一個文化下容易達成共識 在不同的文化下反而出現了很多相對性的思維 那這點非常重要 不過值得討論的地方很多 那我今天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就是說 我們來看看 整個文化下的高頻尺寸 最後兩句說明